李,过年带妻回娘家惨遭下马威。她一进门就被乐妇逼嫁跪结婚14年翁婿关系紧张。 50岁里,在戏剧圈闯荡多年,虽然婚前总是跟浪子、大哥扯上关系的她,婚后却是出了名的疼老婆疼小孩的好爸爸。 和小12岁老婆熊佳杰结婚14年的她,经常在节目上分享家庭趣事,某次罕见提到了令她相当敬畏的岳父。 感觉天不怕的不怕的李,其实对岳父非常尊敬,只要一说到妻子的娘家,总是用一门忠烈取代,而她也躺成自己和岳父其实不太亲近和熟悉,唯一见面的时候只有过年的时候。 图片来源,ETToday。 她曾在节目上透露自己婚后第一次陪老婆回娘家,就被娘家的特殊的习俗吓坏了,当时她一进家门就被迫要在爷爷面前吓跪说吉祥话,领红包,礼。 一时被吓傻跪不下去,站在她后方的亲戚推了她一把,才顺利让她跪安,她表示当时的氛围就像臣子向皇帝朝拜。 让她不得不放下男人的尊严。 图片来源,苹果日报。 一提到岳父,李,表示自己给岳父的印象很不好,我岳父那时候很讨厌,不知道看了类戏剧还是怎样,认为演艺圈都是烂货,吸毒的,又加上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提亲,当时还没结婚妻子就先怀孕,逼不得已双方才见面。 图片来源,苹果日报。 当熊佳杰告诉父亲两人要结婚时,岳父用严肃的表情猛叮助理,后来她因为赶住要工作,放老婆一人面对,让岳父对她的印象更差了。 后来是因为熊佳杰的爷爷点头答应,这门婚事才顺利完成,让她松了一口气说,要不然以他们家一门中烈,不知道要出什么事。 为了保护心爱的女儿,对未来女儿胸一点也是应该的。 李。1967年12月19日,台湾知名男演员,出生于台湾台北市,以演出八点档戏剧为主。 婚前遗语李方文,一,交往文明。 婚前遗语李方文,一,交往文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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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